接下来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 请你们先想象一下 这是一轴 这也是一个轴 它其实是等于说是一二三 现在你有三个 虽然是画在同一个座标上面的三个蓝的资料 那我现在要把左边的这一个 跟右边这个合并在一起 让它变成双轴 双轴就是说 两张图左边有一个座标轴 右边也有一个座标轴 本来是上下 现在把它变成左右的放置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 就是把左右间请点这个 总和临直 请点双轴 然后接下来这个 一定要特意点到这一个 现在变成的意思就是变成 这是一条蓝 这是一个蓝 可是你分别这一个蓝里面有这一组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你点选左边 你会发现这个标记里面有针对这一个的设计 其实应该会有一个叫全部 全部就是这三个全部都是一致性的设计 好所以这边大概知道这件事 所以当你点这个叫做会种 然后它现在就是让我们来去单独的设计它里面的格式 所以第一件事情麻烦请你先点它 好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这一个这个会种 那我们如果希望说呈现呈现的是长条图 所以你必须要你看当你点了它 它现在让你修改的是会种里面这边这边第一个自动 请改成长条图 我觉得长条图是最容易让人去方便做补调的 再来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总和的那个轴 我们会希望它只要你把它设为叫共用 就是两边都是一模一样的 它就会放到最右边去了 请问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总和 应该是一个叫做文字才对 请点到总和 然后请把它的图式改成文字 好了接下来轴的设定了 滑鼠右键 请点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 然后请选同步轴 接下来滑鼠右键编辑轴 那麻烦请自己手动设定 这边这边有看到固定 建议改成固定 我们一定要从零开始 那请问你固定结束最好也是一模一样的素质 例如说字全 好就可以关掉了 所以你要去修改这个字的大小 所以请问是点选这一组的这个总和零值 这我想一下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这个字要粗一点大一点 所以就是这个文字 就是总和零值标记 里面的这个这个总和零值 这个文字 全点它 针对这个文字呢 你可以把这个点点点一下去设定 我希望的文字大小是12 然后字形 我全部都是使用Area 请问中文字形要用哪一种 标凯体 可以吗 好 然后确定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去做右边 所以 扩植键按住 拖曳这个总和零值到右边去 那怎么样 让这一个栏跟这个汇总合并在一起 那就是把这个总和零值改成 双轴 现在我点到它哦 它的这里面 它还没有放 就是这个年龄层群组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把它放下 请点它 然后 请把 点到它之后呢 你看这边只有度量名称 所以请把这个年龄层群组 你可以直接搬到这个标签 它这边是不是又出来了 再来记得这个总和零值 我的图形是文字 这一个图形 就是贵总 女生的确诊人数 的这个图形 它是长条图 然后 接下来一样 就是去把这个 右边的这一组 设同步轴 它就跑到左边去了 好 然后 接下来 我们去把 右边这个轴呢 我们要 编辑它 所以 滑鼠右键 点选 这个坐标轴 编辑轴 我一样是从 固定 固定 零开始 到四千 那你会说 超过了四一五二 对不对 没有关系 我们左右为了要对称 所以建议 都是选 相同的值 最右边呢 右边呢 它现在变成什么 也是零到四千 所以 其实 你可以发现 就是 女生啊 女生年纪比较高 这个地方呢 是比较大的 接下来呢 这个右边 这个部分的字啊 会不会觉得太小了 它是 这个地方 这个总和 总和 的文字 请把它设 稍微大一点 例如说 十二 然后 自行 我再改成 确定 颜色我没有改到 它的颜色控制在这里 那我们就去改改 看这个颜色 因为这里面 其实 有四个度量名称 然后 然后 只是 零值 其实 这零值跟零值二 是一样的内容 所以 你可以把它改 颜色 可以吗 好 我们来改改 看这个颜色 编辑颜色 请把零值 就是相同指定的颜色 或者是你可以指派调色盘 解决来说 这个是男生 男生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用蓝色 这个女生 我们就用 纯色 那接下来是 字咯 字 那我就用 红色 接下来 如果以各位来说 你们就要开始来去想说 这件如果是一个问题 我要不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决定来说 你看嘛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 好像 55岁到64岁的女性 会高于男性 假设 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你就要开始来去 是要怎么解决的 好 那 我憋福 接受到这边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把这个红色的字 改成黑色 对不对 现在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就是 我会 希望是我们引导你 去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 这个是红色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度量名称 我们可以去编辑 编辑色彩 他已经写了编辑色彩 所以当然就是去编辑色彩 那可是呢 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红色 如果这边有黑色 你是不是就可以点了 对不对 可是他没有 第一个方法 你可以去挑这里面有黑色的 对吧 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地方 指派 指派调色盘 那如果你要真的要用黑色 那麻烦 你可以去挑 他说Table 20种颜色 就是他建议用的20种颜色 他就取名叫做Table 20 也没看到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只能选择 例如说 黑 这里面 他还是没有黑色 但是他有 他有这一种 接近的黑色 好 你看 我现在先套用 我现在先套用 他的颜色 他就整个直接套用进去了 可是 如果你不喜欢 你想要恢复 好 所以你可以点重色 重色就回到 其实他最早 他就是叫什么Table 10种颜色 然后你再选套用 请最后 把最张图的显示方式 改成整个检视 他下面 整个就会整个填板 刚刚忘记讲 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记不记得 在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其实你现在 你可以加进去 用年来去看这件事 用程式来去看这件事 怎么看呢 首先如果你用年来去看 所以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发病日 请直接把发病日 拖曳 拖曳到这个地方 当然你应该知道 其实这里面 这些年真的不是很重要 因为它都没有数值 对不对 所以建议是把这个发病日 做筛选 可是本来就有发病日的筛选 对吧 所以我建议 我建议是显示筛选条件 我的意思是说 只是为了让 对不起 2014要有的 让你能够看到 这个大数据应该要看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 还可以把这个拿掉 你知道这个怎么拿掉 只要你拖曳到蓝力的外面 这个地方 例如说你把发病日搬到 有看到吗 它就变成有出现 右边出现有红色的叉叉 放弹 来 请把感染线事搬进去 搬进去 那如果是感染线事 我们是不是只要看台南跟高雄 所以你就必须要把感染线事的筛选条件 翻到这里面 然后全部都拿掉 只要勾台南跟高雄 确定 所以你看 这边是不是左边看到是台南 右边看到是高雄 那我接下来画地图 首先简单的说 在地图这边有分两种 这种跟这一种 你要知道说这两种有什么差别 还有请问一下 我们这里面的感染线事 感染线事 它现在是不是ABC 线事当作是文字 对不起 它是画不出来这种地图的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要把它改成地理资讯 那请问一下 这个感染线事 怎么样从文字改成地理资讯 所以请点ABC 就这么简单 当然你是不是也可以在刚刚这个资料来源 这边来去点 去修改 在这边 你有没有看到感染线事ABC 有一个叫地理角色 请问你要选择哪一个 好了 那请问你 这边的话 这个感染线事ABC 这个应该要把它改成地理资讯 这个城市一定是大家最直观点的 例如说台北市是不是城市 是 我们还是先设城市 请你先设城市 就是感染线事里面 是不是有台北市 台南市 高丛市 对不对 请问它一定是城市 因为我们是教学 所以我只能告诉你 一定是这样子来去学的 好了 来画地图吧 你看快速点两下感染线事 因为你记得我是不是都快速点两下 如果他今天直接切换到正确的台湾的线事 那就代表他抓到了 可是你看他现在抓到的是什么 反正绝对不是你所知道的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反正 反正他只能抓到什么 台北市 桃园市 可以吗 好 所以代表不够 他有好多城市 好多城市是抓不到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修改一下 请点这个感染线事的地理资讯 地理角色 然后请把城市改成郡线 所以郡线也不对 因为没有抓到很多个真正的郡线 那个线 所以再把这个感染线事改 改成什么 地理资讯里面的周省 因为地理名称的一个定义 例如说您所知道的城市 并没有完全的搜罗进去 这个地理资讯中 所以我们要修改他的角色 修改变成什么 变成我们可以再试试看 就是台湾所定义的县市名称 是 Table使用地图 这个地理资讯里面 地理角色的周省 才是正确的 这些地理资讯里面